男子带着一只价值连城的金龟踏上了建宝的旅程 专家们对这宝物的价值大吃一惊 急忙建议其上交 但是男子似乎早有准备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件能够改变一切的物品 这只金龟什么来历 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隐藏在泥土下的秘密 在河南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 黄先生的家族生活了数代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 世代务农 生活平淡而简朴 黄先生作为家中的长子 自幼就跟随父亲耕作照顾家中的老师 在他们的生活中 从未想过会有天大的变故降临 一次偶然的机会 黄家为了扩建新房 需要挖掘地基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黄先生和他的父亲 在院子里指挥着几位村民挖掘 随着铲子深入土层 突然一道不同寻常的光芒 闪过他们的眼前 初看时 黄先生以为是阳光反射 但随即意识到不对劲 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 仔细地挖掘出那发光的物体 不久 一只金光闪闪的金龟出现在他们面前 它的出现像是带着几分神秘的气息 静静地躺在泥土中 出见这只金龟时 黄先生和他的父亲都感到震惊 他们虽然生活朴实 但也知道金子是珍贵的 然而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好奇 对于这只金龟的来历完全不知 黄先生的父亲 一个经历过许多风霜的老人 对这只金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告诉黄先生 这可能是祖辈留下的宝贝要好好保存 随后的日子里 这只金龟成了黄家的一个谜 家人们围坐在一起 讨论着他的来源 甚至编织出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黄先生也开始尝试寻找关于金龟的信息 但在他们偏远的村庄 能接触到的资源极其有限 这只金龟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黄家 似乎等待着某个命运的安排 直到有一天 黄先生的生活因一群寻宝的人而发生了改变 这些人在乡间四处搜寻老物件 希望能发现值钱的古董 当他们听说黄家有一只金龟使 立即慕名而来 他们中的一人看过金龟后 立即开出了高架 希望能将它买走 这突如其来的高架 让黄先生和他的父亲都感到惊讶 他们从未想过 自家的这只金龟竟然如此珍贵 此后 金龟的传言相风一样 在村子里传开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黄家的金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 黄先生开始认真考虑金龟的去留 他意识到 这只金龟不仅仅是金子那么简单 它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加宝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那是黄先生成年后的某个春天 村里来了几个收购古董的外地人 出于好奇 黄先生将金龟带给了这些人鉴定 最初的出价令黄先生大吃一惊 有人愿意出一万块购买这只金龟 当一位更有经验的收藏家看到金龟肚子上的名文后 他的出价更是直接跳到了一百万 黄先生意识到这只金龟可能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珍贵 然而黄先生并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他对这些外地人的出价保持谨慎 决定再进行一番调查 不幸的是 就在他准备深入了解金龟的价值时 一位自称能以高达18亿的价格购买这只金龟的买家出现了 这位买家的出价 让黄先生全家都陷入了狂喜之中 18亿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足以改变他们几代人的生活 但是梦想很美好 现实却是残酷的 那位买家在支付了三万元保证金后 便销声匿迹 留下了黄先生一家人的期待和疑惑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笔交易最终被证明是一场骗局 三万元对于黄先生的家庭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也让他们对这只金龟的价值充满了更多的疑问 就在黄先生几乎要放弃寻找答案的时候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关于健保的节目 黄先生决定去试一试 健保现场的奇迹 金龟的秘密与专家的震惊 在决定参加健保节目之后 黄先生带着混合着期待与紧张的心情 握着那只金龟踏上了前往电视台的旅程 他对这次鉴定充满了希望 期望能够揭开金龟的真正价值 并且为自己家族带来荣耀和财富 到达现场后 黄先生被安排在一个繁忙的等候区 周围是来自全国各地 带着各式各样宝物的人们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各种情绪 期待 焦虑 兴奋 疑惑 黄先生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 但内心的波动如同周围的气氛一样激烈 终于轮到黄先生上台的时刻到来 他走上台 首先因紧张而微微出汗 但仍尽力保持着笑容 主持人热情地介绍了黄先生和他的金龟 台下的观众也对这个独特的物件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黄先生简单地讲述了金龟的来历 从他是如何在家族中代代相传 到意外发现他的整个过程 听着黄先生的故事 观众们被深深吸引 气氛一时间变得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随后 几位鉴定专家开始了对金龟的检查 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 不时低声讨论 表情从惊讶转为严肃 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大的专家最先发言 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在整个现场回荡 这只金龟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是非常罕见的汉代遗物 根据他的造型和名文 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不仅是一件艺术品 更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国宝及文物 专家的话让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等待着更多的解释 专家继续解释说 金龟在古代被视为长寿和财富的象征 而且这种以龟形为造型的印章 在汉代非常罕见 通常只有皇族和高级官员才能拥有 他指出 这只金龟的名文和雕工都显示出 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 对研究汉代的历史和文化 具有极高的价值 然而 就在黄先生为专家的评价感到高兴的同时 专家的下一句话却让他心头一紧 专家认为 根据这只金龟的重要性和价值 他应该被视为国家的瑰宝 并建议黄先生将其上交给国家进行保护和研究 听到这里 黄先生心里五味杂陈 他理解专家的意见 也知道这样的宝物对于国家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 这毕竟是他家族的传家宝 与家族的荣耀和记忆密切相关 正当他犹豫不决时 一位专家注意到了他脸上的表情 便问道 你似乎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关于这只金龟的信息吗 这个问题让黄先生回过神来 他记起了那份 他一直戴在身边 从未与人提及的博书 他深吸一口气 从口袋中缓缓拿出了那份 看似不起眼的博书 递给了专家们 博书被打开 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段古老的文字 记载着这只金龟的由来 以及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守护 专家们对博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他们的表情 由最初的好奇转为惊讶 最后是肯定 原来 这份博书不仅证明了金龟的真实性 还揭示了他背后深厚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博书中记载的 是一位汉代高官 为了避免战乱中文物的损毁 决定将其埋藏 希望未来有缘之人 能够重新发现 并守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专家们经过讨论后 改变了最初的建议 他们认为 虽然这只金龟 应该得到专业的保护和研究 但黄先生和他的家族 对于这件文物的发现和守护 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缘分的继承者 金龟的归宿与家族的荣耀 黄先生静静地站在健保现场 心中的波澜 比刚才任何时刻都要强烈 面对专家们的建议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 这不仅仅是 关于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的归属问题 更是关于家族荣耀和历史使命的传承 博书中的记载 不仅揭示了金龟的来历 更像是一份古老的约定 寄托了一代代人 对未来的希望和托付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黄先生看了一眼手中的金龟 他在灯光下闪耀着温暖的光芒 仿佛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等待着最终的归宿 黄先生知道 这一刻他需要做出决定 他转向专家们 用坚定而平和的声音说道 我理解这件文物对于国家 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我也相信 我的祖辈如果知道这只金龟 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历史研究 做出贡献 他们一定会非常自豪和欣慰 因此 我决定将这只金龟捐赠给国家 让它在更加专业的保护下 继续它的历史使命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为黄先生的决定感动 掌声在这一刻响起 不仅是对黄先生选择的肯定 也是对他家族历史责任感的赞扬 专家们走上前来 与黄先生握手 表示对他决定的尊重和感激 捐赠仪式在一个月后的国家博物馆举行 黄先生和他的家人受邀参加 金龟在博物馆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成为了展览中的一大亮点 黄先生站在金龟的掌柜前 看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驻足观看 听着讲解员讲述这支金龟的故事 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满足 他知道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但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黄先生的决定和金龟的故事 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许多人被这位普通农民的高尚行为所感动 金龟的故事成为了传承和责任感的象征 对黄先生而言 这不仅仅是关于金龟的归宿 更是关于如何承担和传递家族荣耀的故事 在随后的日子里 黄先生和他的家族 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 许多人前来拜访 希望了解更多关于金龟和博书的故事 黄先生也逐渐成为了当地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代言人 他在各种场合分享着自己的故事 鼓励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 黄先生与博物馆签订了捐赠协议 协议中明确了对金龟的保护措施 以及确保黄先生家族 在未来对这件宝贵文物的访问权 博物馆方面承诺 将在金龟展览区设立专门的介绍板块 讲述他的历史背景和黄先生家族的贡献 对于黄先生来说 这是一个艰难但值得的决定 他相信 通过这样的方式 家族的荣耀和记忆 将以另一种形式得到永久的传承 在这个愿者上